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KermelMaze的何方法 那基本上我們先來看一下有關於KermelMaze的一個最基本的idea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陳如我們前面也有講過了 現在呢當我們現在手樓上有一組data 那這組data其實呢我們是可以把它分成兩類的 那譬如說這一組data在它原本的空間上來說 它必須要靠所謂的非線性的函數才有辦法去把它做分類的動作 以這個例子來說會有多組資料 但是那這些資料的話呢 你要把它做類別的化分時 你就要靠一個橢圓形的這樣一個方形去做一個切割 你才有辦法把這一堆資料 分成圈跟差這兩組資料 可是呢我們在原始空間 Original Space裡面 要去做像非線性切割的動作來說 基本上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啦 因為呢我們在做資料切割的時候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用線性切割 也就是說用一條直線或是用所謂的平面的方式 直接去做切割才是最簡單的 那如果說你今天採用非線性的方式做切割的話 那這個非線性函數的設計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怎麼樣類型的這種非線性函數 可以做切割比較適合呢 你很難去設計它啦 所以說你就要去想辦法去透過這個轉換函數 一個方選5去把這個Original Space裡面的所有這種資料 去做一個轉換 那通常這個5來說的話呢 我們會把它轉換成一個比較高維度的一個空間 那這高維度的空間的話呢 我們稱之為Future Space 特徵空間 Future Space 那這Future Space的話呢 它是屬於比較高維的齁 來 順順你們看一下 現在假設我們有一個函數5 這函數5的話呢 可以把我們原本二維的資料 R2 二維的資料 把它轉換成三維的資料 基本上原本在二維空間裡面 我的維度是S1 S2兩個維度 那我先把它轉換到三維度空間的話呢 就是V1 V2 V3 這三個維度 那實際說 我原本兩個維度的資料 怎麼把它轉換成三個維度的資料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5的話呢 叫做所謂的S1平方 然後根號2S1 S2 然後再來是根號2平方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它可以幫你把原本二維空間裡面的相對應資料 轉換成相對應三維空間裡面的各個點 那你們可能會問我一件事情 欸老師啊 你這個5怎麼找出來的 這邊的話呢 我先跟你講 我這邊是順便給一個函數 幫你去把它做一個拉開的動作 但是呢 當我們今天想要真的去找出一個高維度空間 把原本啊 非線性才能做分解的資料 把它拉到變成線性可以做分解的話呢 其實這個5也還蠻難找的 不好找 其實不好找 先跟各位講一下其實它也不好找 不過那我們先 我們就一樣喔 先假想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函數了齁 好 那這個函數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幫各位找出一個三維空間 把原本在二維的資料 投射到三維空間上面來做處理齁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發現到 嗯 原本齁 在原始空間裡面 無法做線性切割的資料 到這個高維度空間裡面 你就可以做線性切割了 你可以靠一個所謂的 一個線性平面的一個方程式 去把這兩組資料 直接把它切割成 插插一組的資料 也是圈圈一組的資料 OK 好 那自己說這個函數翻來來說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名詞叫做所謂的 Future Function 特徵函數 或Future Function 而這個Future Function 我可以去做一個Future Mapping的動作 去把低維空間的資料 去做一個Future Mapping Mapping到高維的Future Space 或那個特徵空間上 來 那這邊的話呢 首先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一件事情齁 你光看這個圖會覺得說 一老師啊 你這個換出來這張圖啊 好像都是落在V1 V3當中 你這張圖裡面的鎖點 好像都只落在V1 V3 這兩個座標軸當中 其實不是齁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圖其實沒有畫得很好啦 來 各位看一下喔 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現在轉換過來的V1 他是用S1平方來去做計算球的 V2 第二圍的資料來說的話呢 我是用根號2 S1乘S2 來去做計算球的 V3 第三圍的座標資料的話呢 我是用S2平方 來去做那個計算球的 那這樣的話呢 你就會看得到一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那個 三圍座標裡面的 第一圍座標字1 V1的話呢 不是S1平方嗎 對吧 S1平方嘛 所以說你看喔 在原始資料裡面 原始資料裡面 我們的S1 基本上S1的話呢 是指我們第一圍的座標 我們現在原始空間的第一圍座標 第一圍座標你會發覺到 正數的部分 跟負數的部分都有值對不對 有嗎 可是我今天是算平方啊 所以說呢 你這邊所有的資料 我把它投射到 我們的 feature space 上面來的話 它全部都是落在 我們V1正值的部分 這樣你懂的啦 這樣你懂的啦 可以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V3 我們高維空間的第三個座標 第三個座標 我們的V3來說的話呢 是把S2去 一樣是球平方 一樣是球平方 那S2是什麼呢 S2的話呢 那是我們原本 二維空間當中的第二軸 第二軸 那第二軸的話呢 也有分正負嘛對不對 這邊是正 這邊是負 而且都有相對應的資料 做散布 所以說你看呢 這時候我要把S2的資料 把它轉換成V3 三維空間當中的第三維 等那種資料的話呢 因為它這邊是 S2平方 所以說呢 不論齁 在我原始空間裡面齁 我的資料在 S2上面齁 不論是正還是負 我把它轉換到 三維空間來講的話呢 我全部都是落在 Z3正值的部分 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這邊一樣嘛 這邊是平方嘛 對不對 來比較麻煩的是中間 Z2這裡 也就是我們現在 三維空間的第二軸的部分 那第二軸的話呢 它是 根號2 X1乘X2 對不對 X1乘X2 好 那X1乘X2的話呢 基本上 目前我是屬於點啦齁 我在那個 X1的正值負值 以及X2的正值負值部分 我都有資料散布在上面 那這時候你看齁 在我原始空間裡面齁 在我原始空間裡面 位在第一項線 跟第三項線的資料 好就是在這邊 位於第一項線 加 跟第三項線 加 這邊 這邊 這邊所有的資料 我透過這個公式做求算 好 根號2X1乘X2 我透過這個公式做求算的話 是不是全部都是正的 有沒有 所以說呢 基本上呢 我原本空間當中的第一維 跟第三維的資料 經過我們這邊的Z2的求算的話 它全部都是在正值的部分 可以嗎 可是相對的 大陸的是二四維耶 在原始空間當中的二四維的資料耶 就是這裡 第二維 第二維 跟第四維 我們現在綠色螢光 螢光有這個部分 二四維的資料的話呢 在我們 把它投射到三維空間上來講 它就是落在 Z軸負的部分 就是Z軸負的部分 就是在後面 屁股後面這邊 可以嗎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這些 群群XX 在原始空間當中 群群XX的這些點 我們把它投射到三維空間的時候呢 就Z2的部分 它有前後不同之分 它會前後後後 所以說其實這張圖來說 它並沒有畫得很精準 只是說呢 它投射到三維空間的時候 我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畫啦 所以說呢 這邊就請各位好 稍微對應一下就好 所以說呢 這些對應來說 我幫各位好用原字的方式 已經幫各位記載在下面了 所以說你們也不用操作了啦 幫各位記載在下面了 基本上來講 我們從原本的二維空間 投射到三維空間的時候呢 以我們現在目前這個 這個翻譯來說的話呢 那個 Z1跟Z3的部分 那個三維空間的第一軸 跟第三軸其實沒什麼了不起 因為它們都是9平方 比較麻煩的是 上維空間的第二軸 Z2的部分 它會有正負不同之分 會有正負不同之分 所以說就要看你在原始空間裡面 你也 資料是落在一番相限 還是二次相限 你才知道這些資料是落在 Z2軸上面的正直部分 還是負直部分 OK 好 所以說你看喔 所以說各位好 你們就可以知道 當然我們今天如果有了這個翻 好 當然我們今天有了這個翻 我就很容易的可以把我們 Origion Space裡面的所有資料 把它投射到高維的空間上 而這高維的空間的話呢 可以把我們的資料 做一定程度的拉扯 讓這些資料 可以用線性的方式 去做簡單的區隔 好 去做簡單的區隔 所以說呢 我們還是以我們現在目前這邊 這兩類的例子來講 你看呢 在原始空間來講 原始空間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橢圓形 它這個橢圓形的話呢 我們在國中 還是高中曾經學過就是 我們那個橢圓形的方程式 是不是就是 A平方分至S1平方 加上B平方分至S2平方等於E 這邊是我們的橢圓形公式 這沒問題啦 它是配線性的 那我們今天透過這個公式做求算的話 那我們就得到一個平面 而且這個平面是線性平面 好 那所以說你看喔 當你今天有這個公式之後呢 我們透過我們這邊的那個 Future function 來做轉換 那你就可以求算出 欸這個平面 它的公式是長什麼樣子 它的平面轉換 不然會變這個樣子喔 來各位看一下 這邊是我們原本的橢圓形公式 這原本的橢圓形公式的話呢 各位注意看一下喔 這橢圓形公式裡面 是不是有S1平方 跟S2平方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呢 在我們這個Future function裡面 在我們這個Future function裡面 S1平方是有那個Z1軸的部分 S2平方是有那個Z3軸的部分 所以說你看 當我們今天把這個公式 透過這個Future function做轉換的時候呢 這個 S1平方就會變成Z1 S2平方就會變成Z3 這樣有沒有問題 S1平方就會變成Z1 S2平方就會變成Z3 這樣可以吧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來 我們現在用 橡皮擦滑圈圈的地方 是我們原本的那個橢圓形的公式 橢圓形的方程式 在橢圓形的方程式裡面 這邊有一個S1平方 這邊有一個S1平方 那在S1平方的話呢 在我們的這個Function裡面 這個S1平方 它所代表的是Z1 然後呢 我們的橢圓形公式 這邊有一個S2平方 那這S2平方的話呢 在我們的轉換公式裡面 這S2平方它代表是Z3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呢 我就把它直接做轉換 所以說呢 我做轉換的話呢 是變成A平方分之Z1 然後這邊是B平方分之Z3 對不對 那比較麻煩的是 中間這個項目是什麼 就是我們轉換過來 這個三圍空間的Z2 第二樓的軸 我們不曉得它的空間是什麼 好 那因為呢 在我們的這個橢圓形公式裡面 並沒有所謂的S1 直上S2這個項目 沒有嘛 那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把中間這個Z2折的部分呢 就把它設成0 好 就把它設成0 好 所以說呢 我們這個第二樓的地方就是0乘上Z2 0乘上Z2 所以說你會發覺到 你可以轉換出這樣的一個公式 可以轉換出一個公式 就是A平方分之Z1 加上0乘上Z2 加上B平方分之Z3等於1 那你會發覺到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線性公式 這個地方是一個線性公式啊 所以說呢 這個螢光筆標起來這個地方就是一個線性公式啊 只是說呢 它現在是因為在三圍空間 所以它是一個線性平面 齁 所以說呢 如果我們現在這邊的這個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這邊螢光筆所得到這個線性公式的話呢 就是代表我們現在目前這個線性平面 和這個線性切割平面 它的公式是長什麼樣子 長長就像這邊 可以啦齁 所以說呢 基本上齁 ConeMap的主要的精神就是 當你今天拿到一組 文化線性分類的資料 你今天透過一個Function Find 或是找一個所謂的Future Function 你去做一個所謂的Future Mapping的動作 去把你原本原始空間包裝的這些資料 把它投射到比較高維度的這種空間上 那此時呢 這些原始資料 透過高維度這種空間的一個拉扯 也可能會讓這些資料 只要只透過一個線性的一個平面 就可以把它去做一個切割 去做一個區隔 呃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靠一個所謂的線性方程式 就可以去把這一組原本 文化線性切割的資料 透過線性的方法把它給切割完畢 把它去做一個很明顯的這種分類 所以說呢 基本上來講 Colonel的它主要的一個 實用的精神是在這一塊 主要的實用的精神是在這一塊 這樣子可以嗎 齁 這樣可以了啦齁 好 那基本上來講 這樣的理念的話呢 在我們談所謂的非線性SVM 就是要靠它 好 就是要靠它 因為我們在談所謂的非線性的這種SVM 的區分來講 就是要想辦法去把 無法線性區分的資料 透過高階投射的方式 讓它可以做線性的這種分類 讓它去做線性的分類 就是要靠這種Colonel 所以這個地方很重要 請各位知道一下齁 來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來跟各位談一下它的精神是什麼 然後 它的主要精神是 在原始空間 不好區分的資料 這邊我們講的不好區分 指的是無法線性區分的資料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非線性的印射函數 FINE 來將這些資料轉換到另外一個空間上面去 那這另外一個空間H的話呢 我們稱之為特徵空間 Future Space 那已經把它投入到另外一個空間去之後 或許會變得比較好區分 也就是我們可以透過C性的方式 就把它取分開來 就可以把它取分開來 那我們這邊所提到的Future Space 特徵空間來說 當然啦 不一定是要更高的一個空間 當然你一般來說 越高額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資料可以缺分的越開 所以說啦 當我們今天在解實際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這個Future Space 不見得是一定更高額 假設你的原始空間 你本身的原始空間 就已經很高額了 那有時候我們把它降級 有可能會得到限制的這種結果 有可能啦 那只是說呢 一般來說 你維度比較高的時候 資料比較可以拉扯 這樣的話呢 你得到可限性區分的這種情況 才會比較高 一般來說是如此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就往下來看 在這邊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把原始的資料 把它投射到另外一個空間去之後 我們或許有辦法 可以把它用限制的方式來做分隔 那只是說呢 我們在做這樣子一個處理的時候 我們要引進一個東西 叫做所謂的Curnal Function 叫做所謂的核函數 我們為什麼要引進核函數呢 核函數又是什麼東西 你們現在可能搞不清楚 這邊什麼叫核函數 那引進核函數的用力是什麼 你們可能不懂 沒關係 我們先把那個理由寫寫給各位 為什麼要引進核函數 首先第一個 我去寫理由 我去寫理由 原因 第一個 硬色函數 5 容易覺得 好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 第二個 叫 高 你 叫 這兩個原因 你們先抄一下 這兩個原因抄一下 給你們一分鐘抄一下 其實呢 我們在做所謂的分類的人 都曉得一件事情 我們拿到的原始資料 一定是非線性可分的 也就是說 要通過所謂的非線性函數 才有辦法去做求解 那這時候呢 我要怎麼去把我的原始資料 轉換成線性可分的呢 通常來講 我們會把它轉換成 比較高的資料 那這轉換的過程當中 你的fine怎麼去做求得 很難設計 你光這個fine 要去找出來就很困難了啦 OK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以過去數學的推導來說 越高為的資料 它的變數越多 相對的它的技術越不容易 所以通常來講 過於高為的資料 通常我們不會想去碰它 所以說呢 我剛剛所講的 這兩個原因的話呢 首先 就是剛剛有講過了 第一個這個fine要怎麼找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給各位的是 這一個公式 S1平方 然後跟方後 S1 S2 然後呢 S2平方 這是我給各位的 問題是當你今天 真的要處理自己的資料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設計呢 你才不知道啊 縱使你今天有辦法設計出來 當你今天轉換出來的 這種資料維度 太過高為的情況之下 你的運算量 也會變得非常龐大 那這時候的話呢 搞不好你的電腦根本吃不吃飯啊 那這時候怎麼辦 那沒辦法 我們只能用別的方式 來去做處理 也就是我們現在這邊要引進 所謂的kernel function 所以說我們要引進kernel function 想辦法去把這樣的問題給解決掉 其實說我們在引進所謂的kernel function 的時候呢 我們最常討論的重點是 點跟點之間的內積運算 我們靠點跟點之間的內積運算 來去把一個空間相應當中的所有幾個性質 把它給推倒出來 所以說呢 內積各位還記得吧 兩個點之間的內積 假設以二維空間來說 有兩個點之間 他們的s相量的這種值去做一個相乘 再加上那個兩個點之間 他們的y相量的值去做相乘 相加完畢真的 你會得到一個存量 而這個存量就是兩點之間的內積結果 OK 還記得啦 剛剛又幫各位做一個複習了 好 來 我們在談所謂的那個kernel function之前呢 來跟各位做一個變數提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後面會用到一些那種 訓練資料的一個表示 來 現在假設你有N個訓練資料 這個N是大N 假設我有大N比重訓練資料 那每一筆訓練資料的表示 是長這個樣子 當然會喔 我這個資料不是二維資料喔 它是多維資料 只是說呢 每一組訓練資料 我可以把它分成這兩個那個值 那這邊的話呢 你會覺得很奇怪 欸老師啊 你這邊是不是寫錯 為什麼這個s是大寫的 而且還粗體 不是啦 不是寫錯齁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寫的si 是什麼東西齁 si 代表的是 N為空間當中的一個樣本 也就是說假設我們現在是N為空間三 一個N為空間它的一個點 基本上它會有N個分量 所以你看喔 現在假設這個si 代表N為空間當中的一個樣本點 而這個樣本點的話呢 我們用向量的方式來就表示的話 長像這個樣子 我們看到 si1 si2 所以說呢 這邊的這個si它是一個點 那這個點的話呢 它會有N的分量 它會有N的分量 這樣可以嗎 好喔 那現在我們做的這個分類來說 我們是把一組資料分成兩類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同樣的 我現在在這邊給各位 這N組資料來說 它是可以分成兩類 那這邊要分成哪兩類呢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正1 跟負1這兩類 所以說呢 這邊這個yi這個變數來說的話 我是指說你這個點 是屬於正1這一類 還是負1這一類 可以嗎 所以說呢 我們這邊喔 這樣子一個訓練資料的表示 後面這個yi的話呢 為什麼是小寫 而且是非出體的 原因是它只是一個單於準量 它樣本就是1 用來就是負1 用來表示你這個樣本點 根屬正1類的 還是負1類的 那至於說 前面的這個si來說的話呢 代表說呢 你是一個 N為空間上的某一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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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呢 當你今天是位在 N為空間的情況之下 你要設計出一個 線性的這種平面公式 那這個線性的這種平面公式 那這個線性的這種平面公式來說 我會把它標示成這個樣子 W它叫transfer 就是我們在講所謂的轉字 transfer 然後乘上si加上b等於0 好 這是一個線性公式 只是說它是在高維度空間上的 那如果說這樣子的東西你看不懂的話 以下我們這邊有個對應式給各位看 W1乘上si1 加上w2乘上si2 e++++ 加上wn乘上sin 加上b等於0 這是我們前面幫各位複習的直線方程式嘛 對不對 那這個直線方程式的話呢 你就可以看得懂 W1跟W2 這兩個是常數 而且呢 它是這一條直線方程式的法相量 所以說剛剛上一節課 為什麼後面要再幫各位做複習 因為我們這邊馬上就會用到 馬上就會用到 那只是說呢 我們現在把維度擴大 變成是n維空間 n維空間的這種線性公式 長就像這個樣子 後面就會一直用 一直用一直用 用到你們想吐 好 來 所以說我們就繼續來看囉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大寫出題的w跟si來說 它所代表的是向量 然後呢 小寫非出題不是單一數值 所以要請各位還特別注意 當然啦 這個地方 我在做向量的標示來說 各位我前面 前面在幫各位做複習的時候 有點自打嘴巴 為什麼咧 前面這個地方 我有幫各位做複習 我問你打嘴巴也打官了 然後 沒關係 我說 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啦 通常我們要把一些資料 把它表示成矩陣形式的時候 當你今天遇到大寫出題的這種矩陣來說 它是多層多的矩陣 那如果是小寫出題的矩陣來說 它要嘛就是單列的矩陣 要嘛就是單行的矩陣 這是我有跟各位曾經複習過的 對不對 矩陣的 我們講所謂的 向量的一個表示方法 那只是說呢 因為我發覺大了 如果我今天是用小寫出題 可是我在後面 在demo的時候 就是說在跟各位做那個課程講解的時候 小寫出題的地方會看不太出來 也就是說你朋友可能跟那個 一般人這種單一變數去搞混 所以說我後面為了講解起見 是怕沒辦法區分 所以說我在後面做講解的時候 我不管這個舉證是多層多的還是一層多的 不管 我全部把它寫成那種大寫 而且是出題的 所以說呢跟我這邊之前幫各位複習有一點點小衝突 但是呢 不影響我的那個意義了 所以這地方請各位多包含一下 所以說呢 當你今天看到所謂的大寫出題字的話呢 都代表就是像量 有可能是多層多的一個舉證 有一個人是一層多或一層多或多層的這種舉證或像量 那至於說這種小寫非出題的話 全部都是單一數值 全部都是單一數值 好 這是變數題字 請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後面如果有遇到 還會再跟各位做一個表明的 來 那我剛剛呢 前面有跟各位講到就是 如果你先有一組 那個一維的資料 無法線性區分 你把它轉換到高維空間上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線性區分呢 這是可以的齁 那我們這邊好 直接舉一個實際例子來給各位看 比如說現在你們有三個一維的資料 這三個一維的資料分別位於0、1、2這三個位置上 來 一維的資料的話呢 代表說你資料是散布在一條直線上 那你看看呢 現在這一條直線上面有三個點 這三個點的話呢 很明顯的 第一個點跟第三個點是同一類 第二個點的話呢 只成一類嘛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現在呢 這三個點在一維空間上 請問一下你要怎麼去做線性劃分 沒有可能嗎 你怎麼去做線性分割 不可能嗎 你要把這一組資料 把他們的資料把它給一個分割出來的話 你必須要靠非線性的方式 才有辦法做這類齁 怎麼樣非線性呢 你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用這條紅色虛線 去把這一組資料分成兩類 但是你用的一定是非線性的這種方法 好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三個資料在一維空間之下 它是線性不可分的 好它是線性不可分的 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這三個資料 我們透過一個方選把它做轉換 來 現在假設我給各位一個方選齁 一個方選5 它這個方選5的話呢 我們把它轉換到一個二維空間上就好 來 你看喔 現在我們有一個函數5 這函數5的話呢 是x平方 然後 更號2x 好 那你看到我就把這一組資料把它轉換到二維空間上 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第一組資料轉過來的話呢 是00 第二組資料轉過來的話呢 是1更號2 第三組資料轉過來的話呢 是4 2更號2 所以說我們把它畫到我們的二維座比較上 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00嘛 第一個點00嘛 對不對 第二個點的話呢 是1 更號2 好 第三個點的話呢 是4 2更號2 分分得啦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轉換到這麼一個空間上 真的可以線性分割了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啦齁 你在低維度線性不可分的資料 你可以把它轉換到高維度去 只是說呢 你在做高維度轉換的時候 你這個 function 怎麼來 有點麻煩啦齁 基本上它的可能的 function 有很多 你要用哪一個比較適當 你說不準 說不準的 來這邊的話呢 只是給各位一個簡單的語言 我來證明說 低維度的配線性不可分資料 我們轉換到高維度去 真的是有機會 可以做線性分割的齁 這邊給各位這樣一個語言齁 好 來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來談 就是所謂的 kernel function 好我們怎麼通過 kernel function 的方式 來去求得高維度空間資料的內接結果 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現在呢 我們已經知道就是 我現在要把我們這個齁 低維度無法線性分割的資料 把它maping到高維度的空間去 把它maping到高維度的空間去 好我現在從你們原始空間裡面 選任挑兩個點來做說明 好隨便挑兩個點齁 來 現在比如說呢 我現在挑紅 挑這個紅色圈圈圈這個點 這個點的話呢 假設是x1x2 那綠色圈圈這個點的話呢 是x1plump 都x2plump 那至於說這個x1plump跟x2plump的話呢 跟我們這邊的x1x2 就是做一個區域格啦 用plump來做區域格 代表說他們是兩個不同的點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現在我把這兩個原始不同的點齁 把它通過這個function去做投射 那我先把它投射出去的話呢 有可能這個原始這個紅圈圈的點 投射到高維空間上來講 可能是落在這裡 可能是落在這裡 那落在這邊的話呢 它就變成z1z2z3 因為我現在是從x1x2這個原始空間的點 我透過這個函數去做投射 所以投射過來是z1z2z3 那相對的 我這個綠色圈圈的這個點是x1plump跟x2plump 我再把這個點呢 透過這個函數去投射的話 會得到z1plump z2plump z3plump 這樣可以吧 好很簡單啦 OK好 那各位看一下喔 現在我要針對高維空間裡面的這兩個點 去做內積 好 那內積怎麼算呢 好 我們以這個三維空間 這個高維空間來算的話 就是z1xz1plump 加上z2xz2plump 加上z3xz3plump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啦 好 那這邊我們就來看一下 來 特色空間就是我們這個feature space上面 兩個點的內積怎麼算呢 我們首先先把兩個 在原始空間裡面的兩個點 透過這個function find去做轉換 轉換出來之後 我們會得到 那個高維空間的兩個點 分別是z1z2z3 跟z1plump z2plump z3plump 那沒問題嘛 透過我們的函數fine去做轉換 好 轉換出來之後呢 我先要對這兩個高維空間的點 去做內積的計算 那在內積的計算的話呢 就是把z1乘上z1plump 加上z2乘上z2plump 加上z3乘上z3plump 這沒問題吧 好 這關心後搞定了 來 在我們正式開始做那個 相乘跟相差動作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V1的話呢 在我們這邊是變成什麼 是變成s1平方 v2是不是 是我們的根號2s1和s2 v3就是我們的s2平方 v1平方就是我們的s1plump的平方 v2plump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邊的根號2s1plump s2plump 然後這邊的v3plump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邊的s2plump的平方 這邊有沒有問題 老師不知大人怎麼來的 v2plump這個函數 好不好 這條 你看喔 紅色這邊呢是s1s2 我用這個公式 是不是可以轉換成這個v1,v2,v3 所以說是不是就這邊 就這個吧 好 這是我們紅色的部分 黑嗎 透過這個公式 螢光比這個公式 是不是可以得到這個結果 來 那綠色的咧 綠色的話呢 是s1plump跟s2plump 帶到這個公式裡面的話呢 s1變s1plump s2變s2plump 那可是這邊的函數 以上超舊嘛 所以說你看喔 是不是可以得到底下這一個 綠色的這一段 有沒有看到 s1plump的平方 跟號2s1plump乘上s2plump 然後呢s2plump的平方 對不對 就是把這個綠色的點點 它的這兩個值 帶入到這個function 就會得到我們高位空間的 這個相對應的點吧 那你今天呢 兩個高位空間的點都知道了對不對 開始做內積了嘛對不對 好 來喔 看一下喔 現在呢 v1跟v1不要做相乘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s1平方 乘上s1plump的平方 就是這兩個 這邊 有沒有齁 有啦齁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們的v2乘上v2plump v2乘上v2plump的話呢 是不是我們這邊的 根號2s1s2 乘上根號2s1plump s2plump 所以說 那會算出來的結果是這邊 可以嗎 來 接下來的v3乘上v3plump 是不是就是這邊的s2平方 乘上s2plump的平方 先留下j啊 你看 以前的數學展開式 我們再把它反展開 你看 這個地方是就變成這樣子 s1s1plump 加上s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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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mp 括號的平方 從這邊是不是可以變到這個地方來 好 當你今天得到這個結果之後呢 來 這次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組小括號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組小括號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是不是我們原始空間裡面 相對應這兩個點的內積 對不對 對嘛 你看呢 我今天要求的是高微空間的兩點的內積 結果呢 我居然可以只靠原始空間裡面 相對兩個點這種內積求算之後 再透過某一個函數 我就可以把高微空間的內積結果給求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呢 以我們這個例子來說 我只要先把我們的原始空間裡面 相對應兩個點的那種內積結果先求出來 求出來之後呢 我再透過一個特殊的函數 以這邊來說的話呢 是括號平方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內積結果的平方 我就可以求出高微空間的這種內積結果 對吧 那所以說你看呢 這個特殊的函數 我們就稱之為Kernel function 好 這種特殊的函數 我們就稱之為Kernel function 所以說你會看到一件事情 今天呢 我們要想盡辦法把原本低微空間的資料 透過一個函數翻 把它轉換到高微空間 裡面去 那這個說明的話呢 因為我們這個翻 這個轉換函數翻 有時候不見得找得到啊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真的必須要去求取 高微空間裡面 任兩個點之間的內積的話 其實我只要把那個低微空間裡面 相對應兩點的資料去做內積求算 求出來之後 我再透過每一個特殊的函數 就是Capa 這個叫做Capa K 我就可以把高微空間的內積結果給得到了 所以說呢 你這個轉換函數翻 有跟沒有其實是一樣的啦 這邊知道了齁 好 所以說呢 我們這邊的主要這個Kernel function來想 就是呢 透過對原始空間的資料 以及這個內積 然後再藉由這個Kernel function 這個核函數 去把高微空間兩點的內積值 給計算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好 這個很難求到這個Kernel function翻 有跟沒有其實是一樣的 有跟沒有是一樣的 好 所以說呢 我們就來看齁 由前述可知 特殊空間 Kernel function 內 兩點的內積 可以由原本空間當中 對應兩點的這種內積 來去做求算 好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由原空間內 對應兩點的內積 透過一個特別的函數 來轉換求得 而這個特別的函數的話呢 以剛剛的那個例子來說 它是兩點內積的平方 我們可以稱那個東西 所謂的Kernel function 稱之為核函數 透過這樣的核函數 我們去轉換 轉換成那個高微空間的內積結果 好 它的內積結果 那這個時候可能會有人問我一件事情 欸老師啊 那這個Kernel function 是不是只有那個求取平方的 基本上這個Kernel function有很多 這個核函數有很多很多 好 我們後面再教各位 什麼樣的函數叫做Kernel function 我們後面會來教各位 好 因此 上述內容的概念是 首先呢 當我們今天想要知道高微空間裡面 任兩點的內積結果時 通常傳統的做法是 我們希望透過一個定色函數 來將資料送到另外一個高微的相當空間上 當然啦 這種新的相當空間來說 通常是比較高微度的 通常是比較高微度的 但是呢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空間 則是為之 也就是說呢 你的低微空間轉換到高微空間上的時候 你這個高微空間長什麼樣子 你怎麼知道 你是三為的還是四為的還是五為的還是六為的 我根本不知道 好 而且呢 在這個新的空間上 我們就可以找出一個線性關係 來去把資料去做一個分類 然而 如果不知道 一個Future function file為何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Kernel function的話 依然可以得到特徵空間當中 兩個點之間的內積結果 所以說呢 你這個 所謂的Future function 翻譯如果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可是如果你知道這個Kernel function 這樣子的話呢 你還是有辦法把高微度的特徵空間裡面 這兩個點的內積結果把它給求算出來 還是有辦法 還是有辦法 OK 所以說呢 這是屬於那個Kernel function主要的一個概念 主要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說呢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是有辦法得到一個 適合適當的這種印射函數翻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資料 印射到一個很適當的空間 這樣我們很容易的可以把原本 具有複雜關心 也就是所謂的非線性分割的這種資料 把它加以區分 而這邊的區分的話呢 指的就是我們用線性的方式 就可以做區格 把它去做一個切割 OK 好 那現在開始好問題來了 我們剛剛是不是一直強調 高維空間當中任量的點的內積 我們為什麼用內積來做例子 好 基本上來講 為何要知道一個空間當中 點跟點之間的內積呢 原因是內積這個東西可以幫助我們了解 一個空間中相關的幾何性質 比如說點跟點之間的距離 乃至於兩點之間的角度 我們都可以透過內積反而就做取得 也就是說其實你要在一個空間裡面 這個空間不是平面空間 三圍空間 乃至於說你高維度的空間 你想要知道這些不同圍住空間裡面的相關的幾何性質的話 基本上你靠內積就可以得到很多不同類型的這種空間性質 你可以得到 再來就是內積的計算很簡單 好 內積的計算其實很簡單 所以說呢 當我們知道Kernal Function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高維度空間的內積結果 也可以進階知道 高維度空間裡面的兩點之間的距離 角度等幾何性質 所以說我們在談所謂的Kernal Function的時候 為什麼談的是內積 原因在這邊 原因在這個地方